看过卡梅拉的小伙伴都知道 吃鱼一直都是二琴们摆脱不了的噩梦 12年那个男人的一拳更是直接打开了二琴们花式吃鱼的新大门 同时也诞生出了不少特色梗 那么今天小城就给大家继续排一排平成新十年以及令和二琴们的特色梗都有那些 一狠行赵锦龙 他是假面骑士w中锦奇的变身者 作为平成最被受质疑的男人 但这可不是至于他的实力 而是一个每次变身的时候都把黑森的语气尾声拖的又重又长 听起来就像是在说狠行 所以每当A哥变身的时候弹幕总会问他赵锦龙你到底行不行 而A哥每次都会回答 当然这个梗可以灵活运用在很多地方 比如说在考试之前可以先问问A哥 我的成绩行不行 众所周知 所谓拉打是指骑着机车的蒙面英雄 而我们的A哥显然对骑士有着自己的独特见解 在第19集中 A哥为了追击怪人 竟然把自己变成了机车 好家伙 我骑我自己 你算是把骑士这个词误透了 但有一说依A哥的待遇极好 娶了女主当老婆 自己警察的职位还在步步高升 这不就是爱情事业双分手的人生赢家吗 二一一哥一达书 他是假面骑士欧子中但骑的变身者之一 一达书在剧中的名字叫做一达明 一达和一达发音类似 所以大家也就沿用了这个谐音梗 而为了取出幼脑杀在战乱时遗留下来的子弹 他需要一亿日元请最好的名医治疗 换上成人命币的话 那就是大概需要520万 因此便有了一一哥的美称 三 一拳打官二旗气韵的男人流星 他是假面骑士佛子中流星的变身者 在剧中流星为了拯救好友二郎 选择和山羊怪人组队迫不得已和主旗开战 战斗中流星使用一记寸拳直击四载腹部 这一拳不仅令主旗领了盒饭 更是直接打光了二旗的气韵 自那以后 二旗便和吃鳖这个词结下了不解之缘 天下二旗运十斗 一条上独占八斗 流星打散四斗 剩余的二旗们还道歉两斗 四 魔法少女兽爷 他是假面骑士乌旗中兽旗的变身者 作为平成最骚 啊不对 作为平成极富孝心的二旗 少爷怕奶奶知道自己是假面骑士从而担心自己 所以变身后伪装成魔法少女战斗 这性感的身陷以及妩媚的打斗姿势 相信小伙伴的内心和换魔是一样的 五 张口碧眼男傲娇 他是假面骑士开武中巴龙的变身者 因为其性格冷酷高傲 再加上使用的定所种子是香蕉 因此有了傲娇这个称号 作为流星拳的重大受害者 傲娇第一次吃鳖就为我们贡献了一幅世界名画 在第六集中 傲娇和两个小弟准备正义的围殴傻城和龙玄 却没想到两个小弟突然反水 被刺傲娇 诸步其防的傲娇当即就贡献了张口碧眼的名场面 从这开始 傲娇正是踏上了吃鳖之路 吃鳖如风长伴娇生 真难用傲娇无愧平成四大鳖王之名 六父慈子孝吃鳖刚 他是家面骑士池骑中马赫的变身者 同样作为四大碑王之一 他的分王之鳖是相同的场景连死四次 在假面骑士四号剧场版中 修卡组织利用历史改变装置让时间进入循环 导致吃鳖刚被连续鞭尸 甚至巧悦开了加速都阻止不了他的吃鳖 吃鳖刚除了是四大碑王之外 同时他还身兼另外一个称号 那就是平成三大孝子之一 在tv剧结局中 切傻为了保护吃鳖刚 不惜用自暴的方式和反派boss同归于尽 只可惜反派boss毫发无伤 但正所谓队友既天法力无边 暴怒的吃鳖刚折将反派boss 也就是自己的老爹打成了腰带 接着举起孝子斧 请父亲收下这微不足道的关心 客爹达人诚哥 他是假面骑士告死的中魂奇的变身者 作为平成中爹最多的男人 再加上一个漂亮的妹妹 以及有着国王身份的妹夫 按理来说诚哥应该是个人生赢家 但无奈自己有着客爹体质 三个爹无一幸免 杨父死于文艺复兴三叶魔手中 干爹被大王子一脚骑士踢带走 亲爹更是被自己使用最强形态亲手 而不对 是亲脚送上了黄泉路 因此乘客同样也是平成三大孝子之一 八 月级战神静飞踩 他是假面骑士埃克赛德中勇者的变身者 作为流星拳后极少吃鱼的二期 他和战神卡卡米正好相反 卡卡米是拿着王者号 打出来的却是青铜战计 而静飞踩则是用着青铜号绣着王者操作 他使用的五级形态经常越级暴打十级五十级的怪人 甚至他的二级形态还能和九十九级的帕拉德过过招 越级战神实质名归了 九 无憋不吃 吃憋龙 但杂面骑士创其中克罗兹的变身者 作为平成四大憋亡之一 龙沃在TV剧中吃憋次数高达二十六次 也就是说平均每一级半就得倒地吃憋一次 可每次战斗前的口头才却十分嚣 那无奈吃憋次数太多 因此也被网友改成 龙我不仅吃憋多 新手保护期也是短的可怜 基本上星期在出场后下一集就开始吃憋 但最有人津津乐道的就是那15秒光速吃憋的名场面了 10 复活者盖茨 他是加面骑士十王中盖茨的变身者 同样是平成的四大别王之一 他算是完美的继承了龙我的吃憋精神 并且傲娇的张口闭眼他也是学的有模有样 在对抗异类骑士龙牙时我杀我自己的名场面 比起吃憋刚的连死四次也差不到哪去 其实盖茨刚登场的时候还是挺猛的 打怪 虐主棋都是轻而易举 但是从一个路过的卡梅拉大出现以后 盖茨就开启了他的疯狂吃憋道路 在高仿 魔改 pcc的三轨大战中 双方更是为我们上演了一波多谢第七哥的名场面 所以说盖茨之所以成为四大别王 小明哥至少要占一半的功劳 至于复活者这个称号的来源 众所周知盖茨是从未来穿越过来的 他的目的就是为了杀死还没有成为大boss的小魔王 可他不过争相定律 不仅和小魔王成为了好基友 甚至最后自己都交代在这儿了 生于2050年 死于2019年 享年负三十一岁 再加上盖茨有个形态就叫复活者 因此便被网友戏称为复活者盖茨 十一 掰棋 不破 看过假面其实01的小伙伴都知道 01这部剧又被称作造梗神剧 其中一半的名场面都是来自主角霍人 另一半则是要归功于二棋不破 就比如01tv第21集中 不破和一茨的这段对话 不破作为卡梅拉达巴尔坎的变身者 其裤子强太郎的颜值和硬汉属性为他赢得了比主持优媚人更高的人气 而徒手办密钥 常行物理授权的这一名场面 更是让他成功加冕为令和第一硬汉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 不破身上还有一个与其硬汉风格反差极大的属性 那就是这个男人的笑点实在低的吓人 12轮太郎 关于这个男人的名场面 其实用一句聊天鬼才就足以概括了 但小城最后想问一句 你和牙姨到底啥时候结婚啊 好了 本期的盘点到此结束 我是小城 一个绝对不会脱根的男人